准总统在万里的老家 参观人潮不如选前热络 原本民众能随意停车的地方 住户似乎不堪其扰 拉起围离 只盼生活能恢复 往日平静 不过就在日前呢 是有地震事务所的人员呢 前来这里地底重测检 让不少居民以为是要间接拆屋 议论纷纷 只是居民们恐怕多虑了 因为内政部传来好消息 规划让矿区房子就地合法 但这方案新美式议员很不满 按原则上是采 利用泰雅原住民特定区的计划 泰雅的计划 对对对 在106年5月16日之前的建物 可以由地方政府主动 变更编定为建筑用地 所以清德准总统他是原住民吗 我们万里是原乡吗 为什么是采这样子的计划去认定呢 直询台上Kip Pup 不过内政部国土署澄清 说议员误会了 会引用北泰雅原住民特定区域计划 是参考该计划精神 不是把万里矿区当原乡 回顾2019年上路的北泰雅计划 是为了照顾新竹县 尖石乡跟武丰乡的原民居住权 所以把农牧用地上 2017年5月16号前的建物 究底合法 现在为解决矿区争议 才以北泰雅计划来举例 国土署更进一步透露 预计本周就会变更 全国区域计划条例 接下来就是请地方政府配合办理 而且是全国矿区都适用 只是新北议员也质疑 那水晶酒为何要 另案讨论 水晶酒反而放第二阶段 所以先帮赖清德的万里老家来做解套 对此国土署则回应 该案处居住行为外 还需放宽 包括其他商业 观光油气等用途 因太阳复杂 还需重新整理 虽说争议已厘清 但对赖清德来说 内政部无疑是上任前 宋大礼 TVBS新闻 李温健去换柔 台北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